在高等教育资源颇为紧张的中国 子女能够进入北京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 一直被视为无限荣耀和锦绣前程 但竟是来女儿上北大却成了贬义词 一名曾长期游走于中国上流社会 同时和北京大学有密切联系的商业 精英人物的持续揭秘行为 上中国最受敬仰的北京大学 面临着成立百年来的最大公共危机 5月13日和5月15日 神秘富豪郭文贵两次将北大列为其爆料对象 持续揭秘北京大学高层腐败卖目 郭文贵知北大利用方正集团 以及其他国家资源谋取私利 洗劫国民财富 同时指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 校长王恩格在政商名流于北大美女中间充当皮条客 向中共高官进贡女学生 郭的爆料引发舆论持续关注 中国网友展开声讨 北大官方微博中骂声一片 以至于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 此前 在北大学习 工作 生活33年 其中29年是在北大历任 最高领导周边以及北大学校 党委核心机关任职的北大中文系 八一届校友谢明在其回忆录 我在北京大学的30年以独特的视角对北大 如何从一个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圣地 最终推变成为八卦新闻笑柄的 堕落过程描述的静致淋漓 回忆录指朱善璐攀附权贵 对政商名流谗媚奉承 有网友戏称中国各大高校成了官瑶 成为权力寻租与欲望发泄之地 网上还流传一份北京大学物理系 八七届硕士刘刚发起的 北大校友联名讨发前校长王恩哥的公开信 信中说 郭文贵刚刚在视频中揭露前北大校长王恩哥的腐败丑闻 其中包括让李友用购买专利的方式 给王恩哥输送几亿元的利益 王恩哥和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 还给郭文贵、李友等富豪选送上百北京大学美女 上北大美女任人遭踏蹂躏 作为北大校友 特别是作为王恩哥的老朋友、老同学 我听到王恩哥 朱善璐居然将北京大学改造成全球最大的忌愿 最走鞘的隐窝 我怒发冲冠 怒不可恶 我要求王恩哥尽快出面发表声明 澄清真相 如果郭文贵的爆料是无中生有 我将号召全体北大校友为王恩哥证明 平反昭雪 如果郭文贵的爆料属实 我们全体北大校友将敦促王恩哥立即下台辞职 辞去一切公职交职 包括目前担任的北大物理系教授 中科院副院长 中科院院士 修得误人子弟 不得在北大充当劳保拉皮条 更不得糟蹋祸害北大美女 王恩哥 我为有你这样的老同学 老校友感到羞耻 请你滚出北大 朱善璐 我为有你这样的北大老党棍 感到愤怒 请你自裁 截止本视频发布时 北京大学尚未对郭文贵的爆料予以回应 中国官方媒体亦未见有相关报道 墙内井底蛙2017年5月16日为您整理报道 更多信息欢迎关注墙内井底蛙的YouTube频道